歡迎來到新台灣星光大大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第一次證監會以後 很多民調都出來了 結果蔡英文超前了 我們要討論一下為什麼蘇貞昌掉下來 更重要的喔 裡面他們都在搶說 如果民進黨繼續執政的話 兩岸三通都是他們的功勞 奇怪 馬英九前天也開始啟動了 他說他最重要是什麼 兩岸三通跟兩岸的改善 現在蔡英文跟蘇貞昌說 都是他們的功勞 到底裡面什麼問題 會不會把中間選民 理性的選民下爬了 我們來討論一下 另外啊 施明德發起一個運動說 我心未死 要連署十萬人 他們可能要推第三組的總統候選人 這個對國民黨 還是對民進黨 會有比較大的一個衝擊呢 我們今天好好來討論一下 我們現在來介紹我們現場五位貴賓 你的位是資深媒體人 也是我們的司法專家 小明星 劉大哥 大家好 各位 李建蘭 李老大 你好 資深媒體人 光晴 還有民進黨立法委員 韋哲 上面歡迎國民黨立法委 這個立委馬上到我們的現場 來 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第一次證件會完之後 馬上做了民調 TBS本來怎麼說 四位七七 證件會前問說 誰可能表現會比較好呢 蔡英文說會比較好 現在比較好只有28 結果證件會後變26 落差最大是蘇貞昌 蘇貞昌本來有37的人認為說 他的民調會是最高的 結果證件會後又問了 只剩下21 許信良差不多5變成4 更重要的 TBS進一步去問了 如果現在開始 由馬英九對蘇貞昌 4月7號證件會以前是36比38 蘇貞昌還贏馬英九 可是證件會之後反過來了 馬英九反而39比35贏了蘇貞昌了 如果馬英九對蔡英文 39比37 诶 證件會後也沒有改變 許信良也沒有太大的一個改變 裡面碰到一個很大問題 問一下李老大 所以第一個蘇貞昌表現沒有預期的好 對不對 第二個好像蔡英文現在超前 其實這場辯論 如果說只有蘇貞昌跟蔡英文的話 這場辯論可能大家的注意度會比較降低 但是因為家境的許信良 那許信良就會挑出一些問題來 那他們兩個也必須對一些 大兩岸問題什麼問題 必須要談 那必須要談的話呢 那當然在國際觀在什麼 蔡英文呢 口才他辯論他辯不過馬英九 但是對蘇貞昌呢 蘇貞昌在相調之下 這種國際兩岸知識 好像是比較差一點 所以他會 那另外蘇貞昌他通常習慣 很多事情模擬兩可 可是模擬兩可 你在外面可能有 避開問題可能有用 但面對問題的時候呢 你不會讓人家 不會讓人家就說會認同的 所以這是個人表現方面呢 蔡英文當時那天呢 大家他口齒也比較清晰 那個邏輯也比較好 這點是個人 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 真正的還有一個原因 必須要注意就是 那個時候為什麼會放出來 徐家驚為什麼會放出來說 國民黨在後面操縱這個選舉 好像國民黨叫大家投蘇貞昌 不要投蔡英文 那這個時候會在民進黨 有一點就會 就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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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有一個感覺就說 他不要上國民黨 當然還幹什麼 他就會把它轉移到 轉移到這個上面 那另外呢 我是覺得說 民進黨他 你不要講 他們大概 我想他們的違則 你們大概就清楚啦 有些那個 小英這個支持的呢 就講說怎麼問 第一個問 第二個問 第三個問 幾種問法 答案都是蔡英文 那講的是小英之友會的那種 但這個已經發到 很多民進黨支持的手上 那這樣的方法 那是不是公平 那是民進黨的事 我們也不自貧 但是這些呢 或多或少呢 都會對蔡英文呢 他的民調會有一些幫助了 光琴 大家本來都以為說 蘇貞昌口才很好 以前民進黨 北部最好的口才就是謝長廷 對不對 南部最好的就蘇貞昌嘛 對不對 南謝北蘇啊 結果沒想到 下來以後 蔡英文反而是超前的 那第二個你進一步去看 目前民調看起來 馬英九還是領先 39比35 39比37 可是幅度都是非常小的 對首先講就是說 沒有看的人 七八成還是很多 所以這只能作為一個 小範圍的一個參考值 那第二個就是說 就整體上來講的話 三個人雖然有許信良在其中 但一般人認為說 他真的是被搞著多 然後空泛 我說三個人 空泛 枯燥乏味 空洞 想睡覺 大概是 並沒有什麼說 有這麼嚴重 因為你就那個 我們不要講比國際級的那種 政見會 我們講就是說 過去幾場在這個台灣 比較指標性的這些 政政會來講的話 或是電視辯論會來講的話 這個感覺上 昨天那種 那種 這個感覺並沒有出來 並沒有出來 而且感覺上就是說 沒有像以前那麼精彩 我覺得是第二個 第三個 大家期待許信良 許信良大家期待 他發揮一個強光效果 就是說他左映照這個蔡英文 然後又把這個 蘇貞昌逼得無所遁形 可是昨天這個效果 並沒有發生 他連那個鏡子 折射效果都不強 因為他自己擬稿到半夜 可能沒睡好 這讓他太緊張了 所以看著稿 所以比較沒有那種收放自如 但是他最後的效果 可能大家記憶力 最清晰的還是許信良最後 甩開所有東西 然後自己表述那一段 很有新聞價值 那就總的來講 我沿用今天這個媒體 他沒有訪問一些民進黨的人士 說在這麼一個小範圍 大家觀賞的這樣一個程度上面看 綠營的關注程度一定比蘭茵高 所以在兩岸政策的辯論上 我特別注意到蔡英文 他對馬英九的這個批判程度 比蘇貞昌強烈 他甚至用很激烈的字眼 提到說馬總統他對於這個主權 他認為說他主權並沒有捍衛 而且讓主權萎縮等等 那甚至說有一些質疑他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比蘇貞昌所說 你對捍衛主權你說的話太少 那個強度是夠的 所以在做民調的過程當中 所以大家會對蔡英文相對來講 他會投注比較多的這樣一個支持度 所以在映照跟馬的對比民調的時候 蘇貞昌反而大幅落後 但是現在胖不是胖 未來的話我認為 你如果放租全民調的時候 我覺得蔡英文不一定 還會居於領先地位 光琴剛剛提了一個點非常重要 很多人現在可能對蔡英文 可能民調會比較高一點 是因為他昨天打馬英九的這個 這個兩岸打得很兇啊 可是奇怪了 這不就是國民黨跟民進黨很不一樣的地方嗎 甚至我們把真相好好的弄清楚 我們要的是什麼 理性去談他們講的話 到底是對不對 他們說兩岸三通 都是蔡英文跟蘇貞昌的功勞 真的這樣嗎 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也開啟了兩岸的包機 示範開放中國觀光客來台 並且建立了可藏可久的運作的制度 如果不是2008年大選的因素 直航與觀光客談判早就已經完成 蔡主席剛才提到有關兩岸有關包機 很多的努力都很專業值得肯定 而當時帶著行政院團隊的正是我 立文這裡面很好笑的 後面還有一段 後來記者出去就問了蔡英文 所以她說是我不是功勞不是她 結果蔡英文說她搞錯時間了 可是更重要的是什麼 老實講如果現在是民進黨進行執政 2008年真的兩岸三通已經真的直航了嗎 這個還是真相吧 我的看法 我對這個民調的看法 我認為在這裡面表態大部分的人 並沒有看禮拜六下午的那場辯論比賽 那事實上如果平心而論 我那天看了 我認為表現最好的是許姓良 她的確是有亮點 那有非常清楚的宏觀的主張 尤其是她自己的那個人生的告白 讓我們看進了政治的這種殘酷跟現實 那蘇貞昌跟蔡英文 認為表現最差的是蔡英文 因為她毫無準備 整個過程只有讓我感覺到她非常的傲慢 因為她覺得她不需要準備 那蘇貞昌呢 她呢 採取錯誤的策略 就是說 她在上一次初選的時候 被她攻擊說 她當時打了謝長廷自己鬧內訌 那所以她這一次呢 她其實政治風格有很重大的轉變 她不再衝衝衝了 她現在就是一直笑臉迎人嘛 但是我認為今天這個民調所展現的 都完全跟這個沒有關係啦 跟這個證監發表會 我認為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覺得是小英的奧博奏效了 坦白講 你不管是關心綠的還是關心藍的 你對那天的內容 其實大部分的人根本 我認為根本都沒看啦 可是這兩天你關心他們的初選 你關心的新聞是什麼 你關心的新聞是 就是蔡英文陣營的發言人出來講說 國民黨發動中南部的農民 農民於牧的這個系統 對 在動員幫蘇貞昌衝票 而且當天辯論結束之後 所有媒體追問的也是這個問題 蘇貞昌沒有做任何 她就不置可否的回答 那蔡英文還反打了 國民黨的發言人一把 所以我認為她是奧博奏效嘛 因為大部分的人注意的是這個新聞 那因為她這個 徐家欽的發言 這非常非常的離譜啦 怎麼可能呢 中南部都已經變成綠營的人了 那應該是蘇貞昌去發動的吧 蘇貞昌不是支持蔡英文的嗎 怎麼可能國民黨去發動 國民黨如果有那麼厚就好了 那是以前的事情 所以你任何人用膝蓋 你有嘗試的你就知道說 這是非常慣用過去 民進黨選舉的伎倆嘛 就是奧博奏效了 我認為是這樣 那因為差距其實還是不大 還是在誤差範圍之內 但是因為那個 之前蘇貞昌有領先 那現在就說她跟蔡英文都一樣 是落後馬英九一點點 那他們黨內的遊戲規則是看絕對值啦 所以未來是怎麼樣 我認為還有變數 但我認為這純粹是 蔡英文陣營的奧博奏效 來來來 今天韋哲特別 我們要請她來 是怎麼樣真的是奧博嗎 不是不是裡面的政見 什麼政見會表現比較 是奧博奧博有發聲功能 我先來講其實民進黨 到現在走到這裡 不管是黨主席的選舉 或者是這個總統選舉 其實坦白講我們辦這個民調 已經辦好幾次了 不是辦民調辦辯論了 辯論會已經辦好幾次了 其中有時候是有媒體提問 有時候是這個學者來提問 但其實從頭到尾 我們看過國民黨 從選黨主席到選總統 什麼時候來個辯論 也沒有啊 在想我當年 在1998年的時候 馬英九在選 台北市長連任的時候 林議員要求辯論 他也不要辯論了 所以為什麼國民黨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國民黨的發言人 或者是國民黨的這些幹部 他們會認為說 民黨的怎樣 他們自己先辦個辯論 來做做看 那話說回來 我們覺得其實 從這步我必須承認 有一個就是 蔬菜之間 這次雖然極力的維持 不要互相攻擊 但是這個發言人 剛剛立文所說的 發言人所提到的 這個說 他這個國民黨有動員 這個國民黨是對水利會 農漁會有影響力 但是有沒有發動 我們不知道 可是我們看到 在沒有確切證據之下 做這樣的指示是不當的 因為後來這個發言人也說了 說這是他的猜測 我覺得猜測怎麼可以 我整理這也真為不當啊 那現在問題是 剛剛立文講的 我覺得這個部分 發酵功能啊 所以已經開始發酵了 可是有沒有發酵 有沒有發酵功能 也沒有確定的證據 所以我覺得其實 但是話有人這樣講了 所以黨紀要處理 這部分要追究 你有證據你拿出來 我們要反應 如果沒有證據 我們要處理這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其實 某種程度而言 這個蘇貞昌可能因為 他過去的這樣 給人家印象 所以他太 太咄咄逼人 所以這次反而說得太後面了 從五都選舉的時候 用粉紅色的啦 用一些完全 跟過去的形象 完全大相徑庭 他想拿年輕票 他想拿北戶票 可是事實上這樣有沒有用 有沒有發揮效果 以民調來看 可能還沒有發揮效果 那麼這次的民調 有84%的人沒有看過 16%人有看 那收視率應該蠻高的 應該也不錯啦 我覺得相當程度 應該是有一定影響力 至於是藍營看還是綠營看 我覺得這是有待進一步的調查 伊勇剛剛韋哲講得很好啊 就是說這個事情 如果大家認為是不當的 那黨紀是不是要處分 甚至應該要道歉啊 可是現在看起來 顯然蘇貞昌有受到這個影響 當不當喔 要看證據啊 他們說沒有啊 我們只是推測 他可能這樣做 我是覺得現在 推測的事情不能講 這種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奧博 我覺得倒不至於到奧博的地步 我認為 到選到最後激烈的時候 比這個更好的還會出來 更好的就會 一定還會有一些什麼 什麼立民的攻擊啊 然後透過不當的謊話 我覺得還會出來 那昨天這個辯論會 不好看在預料之中 因為你這個不是辯論會 你是等於是政見會 互相不攻擊 沒有火花誰要去看啊 那看辯論會要看什麼 看下去我跟你意見不一樣 你有什麼主張 我有什麼主張 互相公辯 那才有看頭啊 互相大家行李如一 然後有的看稿子 那有的互相攻擊 那在那邊高來高去 想的又不具體 這個怎麼會有人想看 老實講我都沒有看 因為我去參兩點 我去參那個告別式 我本來如果很重要 我就會留下來看 那我預期它不會好看嘛 那我想說如果很好看 可能會重播 那結果一看 回來一看看有沒有 重播這連續劇 連要剪精采的來重播 都剪不到 那現在你剛剛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們兩個人 蔡英文跟蘇貞昌 竟然能把兩岸什麼 變成他們的功勞 這真是很好笑 我覺得韋哲應該也覺得 心裡也覺得很好笑 他們那時候可能準備這樣推 但是照他們的推法 是不可能達到像後來什麼 直接的怎麼通的 直接什麼 兩岸三通直行 人員直接來 ECFA這個籤不可能的 因為他們前提是九二共識 你沒有九二共識 你就不可能達到 馬英九這個地步 那你當初民進黨 現在定選總統的時候 不是在講嗎 兩岸如果這樣通下去的話 雙方找不到工 雙方找不到工 做兵要去黑龍工 那你不是講會這樣子嗎 甚至大陸來的人 在公園旁邊小便 那個圖都有啊 結果現在一通了 經濟大家好了 很多人希望觀光客到 甚至到南部去 買南部的農產品 變成你們的功勞 這種你們的功勞 你們其實民進黨 只有一個功勞 就是說 避免馬英九兩岸政策 走得太快 這一點他有煞車的功能 但是到底要快慢 其實馬英九自己心裡有譜 那你民進黨覺得他太快 你就盡量骰煞車就好了 你可以說 要不是我們這樣骰煞車 我們早就被口氣了啦 你可以這樣講 你不能講說 現在變成 會打到今天這個地步 是我們的功勞 韋哲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韋哲沒有覺得好笑 這個是從我們說 政見會 政見會跟辯論會 就是真相要清楚嘛 那總之是蔡英文 我們剛剛放那一段給他看了 他們竟然說兩岸三通 全部都是他們兩個的功勞 怎麼會是這樣講呢 聽確的說 蔡英文跟蘇貞昌都沒有說 全部都是他功勞 他只是羅列了什麼 小三通 羅列了開放陸客 這的確是在民進黨 他們還說他們如果 繼續執政就兩岸三通 那當初本來 也在談大三通 因為中國大陸要求 一個中國的這部分 後來當然是變成兩岸 這個所謂九二公式 這我覺得其實 如果民進黨2008年 繼續執政 會不會承認九二公式 然後去炸上 會嗎 我覺得其實這部分 跳躍太遠了 所以我覺得從 我不認為 所有現在兩岸 台灣跟中國大陸的三通 是民進黨的功勞 但民進黨有前段 包括馬英九自己也承認 這有前段的部分 民進黨有接續 後來他們接續了嘛 所以我覺得其實 如果要講前段的話 國光實話前段也是你們的功勞啊 不是這樣嗎 國光實話米黨 米黨要推到雲林啊 現在要蓋要不蓋 要蓋不蓋 高鐵是誰的功勞呢 對不對 我覺得其實這樣講 所以這次的辯論裡面很好 剛剛益勇講這個是很好玩的 你國光那個東西 你都不去看 然後一直推 一直說是別人的事情對不對 結果你現在在兩岸這塊 你又要搶功勞 真效是什麼 在2008年選舉的時候 它是什麼 你如果執行的話 整個台灣是會被掏空的 那時候民進黨當選 現在怎麼會兩岸執行呢 其實兩岸這個問題 我認為蔡英文是比較不負責任 至少蘇貞昌她把她退居到說 台灣前途絕育穩 她有一個標竿在那邊 但蔡英文我覺得很 非常吊詭 而且非常矛盾 她一直標榜自己在陸委會 主委的任內 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什麼小三通啦 什麼陸克萊都是她的功勞 那謝堯寧可能跳出來說 那我當行政院長 如果你前面早就做了 那我為什麼一直在推呢 那你準自己提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但是藍營當她提到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的範圍的時候 或是三通啊 不管大三通小三通 陸克來台的時候 一片打 而且蔡英文過去喔 她在台面上曾經說過 她說中華民國是不存在的 我記得在另外一個有台的節目 另外一個來賓跟許家欽還辯論 許家欽硬要凹說是曾經 她講的是曾經 說中華民國曾經不存在 然後說她什麼辦公室 後面都始終放中華民國的國旗 如果今天在證券發表會 蔡英文可以把她真面目 或說她自己心裡面想講那個東西 合而為一的話 那可是她偏偏又沒有合而為一 她一下子打馬英九輕忠 對不對 主權喪失啊 沒有捍衛啦 什麼萎縮 她自己要標舉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一個捍衛者 那這是衝突的矛盾的 那你如果過去曾經講過中華民國不存在的話 你就不要講什麼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你也不要講這個發言人 你不要講說你的這個辦公室 始終放中華民國的國旗嘛 所以這一套都是非常的違背 第二個我覺得矛盾之處就是 兩個比較大家關注的蔬菜 他們對國防食物化那個問題喔 他們都講說這個時空環境不一樣 剛剛韋哲講說 欸我們以前講在雲林 你去好好看一看 電子公文都出來了 07年的時候邱宇人召開會議 我們這不講 06年到07年的那個過程當中 誰當行政院長 那就蘇貞昌彰化落腳 也是她拍板定案的嘛 也是她那時候任內決定的 今天完全是一個 不負責任的一個講話 第三個 如果今天要重提這個 許家欽喔 發言人在上面講那番話 到底對於民調支持度 我覺得那還要再做一次民調 因為昨天問的 畢竟是針對政見會 昨天那個場子 從主持人到那個台 到他所邀請的提問人 那都是在一個綠色 就是那個光譜裡面 是綠色的那個情境裡面 甚至主持人胡婉玲還一度喔 忘了許姓良的存在 所以當關注程度 我剛剛還是強調說 你關注的程度是那一頁 你原先就是支持你綠營的那個人 所以你去測的時候 誰在兩岸的這個強度強 他或許比較有個意向的投票 但是我要提到 蘇貞那個那個 徐家欽那個手筆喔 很像過去07年 初選的時候 謝長廷的這個手筆 你今天過去 那個蘇貞昌被人家打成書修 甚至打成11扣裡面的扣手 那甚至去參加那個高雄市城局 那個活動的時候 被人家指著鼻子罵 很難聽的罵 台杆 擺杆都罵出來了 今天你如果再複製 這樣的一個做法的話 又再度扣帽子的話 我覺得這個 大家都不能夠接受 你今天如果民進黨 發展到這個現在 還把蘇貞昌打作藍營的 誰相信啊 我們在看這個 不管是政見或是辯論會 不是只有看這個 就是他理性去看那個 整個那個門道是什麼樣子 那以前民進黨 包括蘇貞昌跟蔡英文 他們對兩岸直航 什麼做了以後 是會掏空台灣的 他給了很多的污名話 昨天變成反而是正面的 而且功勞是我的 怎麼會這樣 這樣的一個辯論會 會不會中間選民 理性選民反而會是跑掉的 這個要持續去觀察 另外 對馬英九來講 是不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變數了 斯明德他們跑出來 說10萬人要連署 他們要推第三組的人 出來選總統 有什麼影響我們討論一下 馬回來